这个医生太不靠谱了 看着床上生命垂危的病人 不仅不开始救人 还装扮成鬼来吓唬他 试图把女孩吓醒 看着女孩没有一点反应 急得医生直接掐起脖子 甚至趴着病人身上做心肺复苏 眼看病人还是没有一点反应 于是医生拿起起泊气 对着病人酷酷就是一顿案 折腾了三天一夜 病人还是没有抢救过来 难道起泊气坏了 于是用自己试试 结果下一秒 直接把自己垫飞出去 正好砸在女孩身上 女孩突然睁开眼睛 吓得医生还以为是诈尸 没想到意外就活了女孩 原来豆哥只是捡了一个听诊器 却被护士误以为是医生 七手八脚的给豆哥宽衣解带 紧接着又给他穿上手术服 稀里糊涂的就被护士拉进手术室 没想到手术台上躺着的竟是老熟人 这时病人突然晕死过去 医生们正商量如何手术时 突然护士打开肛门 说隔壁的病人急需抢救 所有医生急忙都跑去那边 只留下豆哥这个冒牌医生 眼看隔壁忙的热火朝天 豆哥却不知从何下手 于是掏出不要钱的糖豆 紧接着把糖豆扔向空中张嘴想吃 结果忘记自己还戴着口罩 糖豆正好掉到病人的身体里 男人吓坏了 见四周无人后 豆哥直接把手伸进病人伤口里 疼着病人嘴都歪了 经过一顿倒腾后终于掏出来 可是定睛一看 怎么不是糖豆呀 豆哥一脸疑惑 于是在钢管上敲了敲 发现竟然是子弹 男人照二合上摸不着脚趾 只能赶紧把子弹放了回去 还用大拇指使劲往里对一对 尽管病人疼得呲牙咧嘴 可男人也不管了那么多 直接用力扒开伤口 又经过好一番折腾 糖豆终于被他找了出来 可是上面沾满了血迹 感觉有点不卫生 于是拿出九块九的消毒水 在里面涮了涮 紧接着用镊子把糖豆取出来 塞进嘴里还是那个胃 这时医生们纷纷赶来 准备给病人手术取子弹 眼看病人情况危急 找到子弹 此时豆哥看不下去了 抢下一生的镊子 便现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看我徒手怎么取子弹 便瞇着眼睛一顿乱摸 就在大家一脸怀疑时 豆哥近奇迹般地取出子弹 啪的一声放进容器里 病人此时也成功脱离危险 豆哥的一系列骚操作 直接把黑妹看傻眼了 大家纷纷为豆哥鼓掌喝彩 称赞他医术高明 没想到刚走出手术室 就被隔壁家属叫了过去 豆哥只好硬着头皮走进病房 随后假装了解病人情况 等病房只剩豆哥一人时 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如果生活中真有豆哥这样的医生 还敢让医生看病吗 外星人吃一口地球大葱 觉得实在是太香甜了 竟然用金子换 你说男人应该换给他吗 就在遥远的刚刚 家里来了一个外星人 男人也非常好客 赶紧拿出家里所有的水果 热情地招待外星人 可当端来大葱时 外星人被这味道吓坏了 虚得跑出去几百米远 还以为是什么生化武器 男人赶紧上前解释 这才把外星人重新拉回来 让他尝一口 可外星人说啥都不愿意 没办法 男人只能说 没办法外星人接过大葱 还很专业地沾上豆瓣酱 忐忑地放进嘴里 慢慢咀嚼了几下品尝味道 几分钟过后才发现 大葱原来这么好吃 男人并没有骗他 第一次品尝到如此美味 他还要把大葱带回到自己的星球 见外星人这么喜欢吃 赶紧让儿子回屋 再拿点过来 接着告诉他 大葱的各种吃法 很快儿子捧来 两捆大葱 外星人觉得太多了 看到陈豪这么热情 外星人开心得不知所措 随后想起李尚往来 于是从兜里掏出一块黄金 要送给他 陈豪没想到 外星人这么大方 男人听后立马同意 还要跟外星人做宇宙贸易 那你觉得 大葱在外星球 能受欢迎吗 觉得能的扣一 不能的扣二 你见过饮料越到越少 大街上的人都退着走 天上的飞机倒着飞嘛 据说看完这个视频 都能好运连连财运滚滚 原来陈豪在看电视时 发现马车竟然倒退着跑 他以为眼睛瘸了 又换个频道 结果直播的球赛也是如此 难道电视节目出了问题 又拿出光盘想试试看 没想到画面仍然还是倒退 他惊讶地把可乐都喷了出来 气得陈豪直接关掉电视 可让人意外的是 窗外的邻居也是退着散步 看见自己还热情地打招呼 男人以为他们在开玩笑 回头看见时钟 时间竟然也开始倒退 自来水龙头 有点甜的自来水也是如此 留着留着居然也流回去 此时正好有人敲门 打开钢门原来是闺蜜 本以为闺蜜是个正常人 结果却倒退进来 就连说话都是倒着说 笑起来就像个大傻瓜 更意外的是可乐越到越少 喝起来却又越来越多 弄得男人都不知道该不该喝了 这时好友打来电话 好友居然也倒着开车 气得陈豪直接挂断电话 随后闺蜜倒退着离开 于是他也紧跟着出来 没想到整个世界都变得诡异 一对情侣倒退着逛街 满大街的人都在倒退 就连天上的飞机也是退着飞行 可陈豪还是不相信眼前一切 于是想开车出去看看 结果来到路上同样如此 汽车也是倒着在路上跑 下一秒看见倒退来的汽车 还好只是个美梦 可很快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那么如果真的有时间倒流 你希望什么变得越来越多 什么变得越来越少呢 据说说出来就有可能实现哦 帅气的外星人来地球旅游 经过几天跟人类的相处 他竟然选择在这里定居 如果遇到外地来的朋友 还能像本地人一样 熟练地给他们指路 外星人之所以这么厉害 是因为看视频有保护 记得他刚来地球的时候 还什么都不懂 坐公交车时 用外星话说自己要去马家屯 可司机根本听不懂 只能把他去知门外 现在见都没说 就急匆匆地离开这里 外星人顿时猛了 心想这该咋办呢 于是他跑到大街上 遇到路人就问马家屯怎么走 可人家根本就听不懂他的方言 他来到甜品店 连多闹带笔花的 看得店员一脸懵圈 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 好容易找到住的地方 出去吃早点的功夫 不小心把门钥匙弄丢了 外星人让服务员帮忙 严障碍 服务员总是拿出没用的东西 外星人彻底崩溃 于是来到酒吧姐们 看到男人手舞足蹈得很热闹 还以为是笑话 乐得他嘎嘎直叫 结果人家说的是跟媳妇吵架 这让他无比尴尬 随后决心学好地球语 虽然会遭到小姐姐的白眼 但经过他不断努力下 很快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地球语 找到当初的甜品店 还跟他分享自己的小秘密 坐公交地名说的贼溜 还跟司机打招呼 刷卡上车非常的娴熟 即使遇到问路的陌生人 他也能轻松应对 告诉人家右转就到了 此时外星人觉得 在地球生活太幸福了 把油灯放进井里 竟然拉上来一桶黄金 这也太神奇了 看着深不见底的深坑 不知道里面还有没黄金 于是绑上一盏油灯 小心翼翼地放了下去 突然一股神秘力量 酷酷酷地往下拽 手里的绳子急速下滑 好在关键时刻 男人使出吃爷爷的力气 终于拉住了绳子 可神奇的是 刚才放进去的油灯 竟然变成了铁罐子 他们好奇地打开一看 竟然是满满的黄金 男人开心坏了 没想到瞬间成了富二代 他让妻子再去拿油灯换黄金 全都送给淡淡的粉丝 一人至少给十斤 当得知没有油灯后 男人赶紧骑上摩托去买 可这时他们却在罐子里 发现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继续送东西换黄金 此时俩人一脸疑惑 难道水井里住着什么神仙 为了测试真实性 绳子再次快速下滑 还好他们反应快 及时拉住绳子 等俩人用力拽出绳子 竟然是个更大的罐子 打开罐子一看 果然又是价值不菲的金子 他们赶紧藏在角落里 这时买油灯的丈夫回来 他们把一箩筐的油灯 全都送到神秘的坑里 希望这次可以多换点黄金 然而等他们拉上来 意外的是油灯还是油灯 一个金子都没有 这可把男人气坏了 为了买油灯 他花光了所有积蓄 愤怒地朝大坑破口大骂 为了一探究竟 男人让妻子把他放进去 半天后等他们再拉上来时 丈夫居然不见了 变成一大桶金灿灿的黄金 俩人又惊又喜 不知道丈夫到底去了哪里 这时他们不断地扒了黄金 又从里面发现一张字条 这是口吃人的水井 把男人送下去 瞬间拉上来一大桶黄金 俩人开心坏了 但是想得到更多黄金 就要按纸条上的做 继续往下面送人 正在两人一筹莫展时 身后最久的丈夫 引起他们的注意 俩人心领神会 转手把家里男人都送下去 很快又得到几百斤的黄金 可他们并没有满足 第二天就找来当地的警长 竟然张口就要一具尸体 男人吓得脸都变黑了 然而女人面不改色 直接递给他一大包黄金 看到金光闪闪的镯子后 警长立马答应下来 可一整天都没找到尸体 于是他发现一个流浪汉 直接扣动了扳机 将他包裹岩石 让手下抬了过来 他也如愿又得到一包黄金 但警长十分好奇 问他们拿尸体做什么 女人却劝他乖乖闭嘴 给他这些金子就是封口费 可警长怎么会善罢甘休 然而到了晚上 警长带人闯进他们的家里 发现数以万计的黄金 想据为己有 于是狠狠夹住女人的脖子 双方很快死打在一起 可突然传来巨响 门口出现一个诡异的生物 伸出可怕的舌头 几人吓得瞬间愣在原地 只要跟怪物保持对视 就不会伤害他们 身边的小弟不敢直视怪物 他转头的功夫 怪物瞬间来到跟前 男人吓坏了 夸得快速往前跑 结果就被怪物带走 只剩下一身没穿过的衣服 正当警长疑惑时 姐妹俩却死死盯着墙上 原来怪物留下三个字 不要让锦挨饿 眼看事情瞒不住了 姐妹俩便说出事情的真相 听完后 警长非但不害怕 还两眼放出金光 随后想出永远不会让锦挨饿的方法 趁着村民在一起庆祝时 他们也开始实施疯狂的计划 男人把地球挖个大窟窿 里面更是深不见底 神奇的是往井里送人 就能得到不要钱的黄金 如果不继续送人 怪物就会突然出现 带走没有狗头护体的家伙 为了不让锦继续挨饿 警长产生一个邪恶的计划 他召集所有村民 在一起开派对庆祝 结果他突然推倒电线杆 锋利的钢丝 犹如刀子一样 夸夸夸地砍断所有物体 包括整个村子无辜的百姓 看到这么多尸体倒在地上 警长心里乐开了花 连夜把尸体全都扔进深坑里 换来永远花不完的黄金 这时警长又心生邪念 谎称警里有人说话 当女人靠近时 竟然直接把他推了下去 姐姐健壮立马上前理论 却也被狠心的警长 一把推进警里 男人开心地露出西班牙 最终成为阿三国最富有的富二代 多年后 几个年轻人路过这里 诡异的是 村子里一个人都没有 自行车却自己在动 而他们在房间里发现 窗帘在不断晃动 好像有什么东西 男人好奇地上前查看 结果下一秒 竟然跑出来一个老头 原来他就是当年的警长 这些年他四处躲藏 被怪物折磨得不敢睡觉 这时一声惊雷 怪物突然出现 警长赶紧告诉他们 千万别动 不然就会被怪物带走 结果自己打个喷嚏 瞬间被怪物捏成了渣渣灰 几人吓得连屁都不敢放 有始直接拉在裤兜子里 即使怪物制造出幻想 便出分身来干扰他们 他们始终不敢动弹 一直熬到天亮 怕光的怪物瞬间消失 几人这才逃过一劫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发现这个深坑 想要里面的黄金 会把谁放下去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